阿里巴巴公布年度知色产權報告 其中一項數據 平台疑似假貨率是0.0149%,即是一萬單交易 大約只有一單半 不 drought 以前已經賞多餐 好像之前 華爲對三星 華爲對方侵犯專利權 深圳中苑都犯三星敗數 我們之前也看過 橋單牌擊敗米高佐敦 尼巴能又贏尼巴能斯 周六福簡直光明正大感 可以回来香港开店 模仿Temple的韦达纸巾 都早已打正牌 在卖 知识产权 假货 看看球证是人大 还是谁 我是爱国移民顾问MJ 其实在车上吃东西 是不是真的爽一点呢 近日强角某城市 一个奇女子 因为在车上吃水饺 与司机乘客产生激烈的骂战 期间还诅咒别人生癌生cancer 最后 没有最后 在强角这些野蛮城市 面对着这些野蛮人 司机无来都只有乖乖开车 游得这位野蛮女人 继续在车上叹她的饺子 再一次印证 文明人是敌不过野蛮人 香港人是敌不过大陆人 这个真理 我是强角新闻者阿Win 因为太忙的关系 或者政治意识不足的关系 港铁的冬铁线 就还了两个小时 早几天 两个小时是全线 我想不知道开浮以来试过没有 有些乘客要上班 自行开了车门 就走到路轨那里 走过去那个站 那时候 港铁那边就说 喂 你们这样走到路轨那里 其实很影响做事的 这件事 谁是谁非 就有时间赶的 但是我麻烦港铁那边 都不要骂乘客 没有人想在这里 困住车厢两个小时的 你忙大家都忙 个个都忙 我是强角新闻者 Bad K 好欢迎回来这一集的 强角新闻者 好回到第二节 MJ有没有看过 传出来的吃水饶那件事呢 真的是在车上吃水饶 那司机本身就不肯开车 就要求这个吃水饶的女子下车 也都愿意给她在下一辆车 因为入了钱 投了币 因为用角楼数研 给她在下一辆车上车 就免费的 就单好声 结果这个女人 就不单止不感谢 还在那里发烂 跟很多其他车里面的乘客司机 喊吵架 真的 这件事是在香港还是国内的 他是不是经常玩那些 什么三国无双 二一定八 真的想着二一定八 不过真的引证了 文明人 你真的没办法跟野蛮人沟通 你要真是花多些时间 心机精力意 大家另外那些 被她阻到的群众 也都要少少齊心 没办法 就是一个老司屎 就弄成碗粥 整个车都被她阻住了 但是都要坚持 不可以让她这样乱来 其实你同不同意 文明人是真是敌不过野蛮人 我绝对不同意 他当然是不同意 他爱着和平 如果是这样的世界 一定是退步 一定是变了她的野蛮人 你野蛮人我都是野蛮人 反正大家都敌不过 我觉得不是的 就是那些人始终性满善 就是应该那个吃水饶的女人 他有机会他都会 废心地想 其实他这样是不对的 我想问一下MJ益 因为你不问我 因为我有佛祖 你太邪 你太邪 你带了一些东西 当然是拿到 因为我跟白旗的立场是一致的 我想 假设你是深圳 趕时间要去广州 假设不能通过网上买票 你一定要排队买票 你就很乖地排队 你发现前面有30人 都不要紧 都照着等 但是发现在等的过程里面 无数的每5分钟 都会有一两个人进去打尖 而其他人也都不出声 咬人 你会继续排队 或者这样去理解 其他人有些当然不出声 有些也都会加入打尖的行列 就是你太阳所说的 老鼠屎整磨了整磨了 你会怎样去处理 尽可能 通常那些人 大部分那帮打尖的人 其实都是跟风派 见到人打尖我就打尖 其实你知道有个人 叫做大声音 喂大家排队 或者最好看自己的实力 看看有没有保安的人在 其实可以排队 去教育他们 其实我相信那班 譬如说有30人在排队 其实有20个人在打尖 其实有20个人 他们是可以排队的 不过可能有10个人在打尖 令到另外20个人 跟风一起打尖 我们尽可能地 你看看自己随机应变 可不可以改变到这个情况 就是你尝试一下 跟大家说 大家其实可以排队的 其实只要排队的人 是多个打尖的人 其实那些打尖的人 都会自动自觉 跟回跌尖去做 我当年试过MJ所说的正气想言出来的 我记得是相机 反正相机上线上落 没有分别的 在河南 就是MJ之前所说的 很新的机场 在排队上线上 我排队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人在旁边摄入 当时我始终入了微心 就觉得 那一刻也没有想过 早上先都是那个位置 画好位置 那一刻就忍不住 排队 跟着你最后有一个反应 关你屁事啊 我就不排啊 要怎麽呢 所以其实那个态度都很重要 刚才你那个排队 其实都有些挑战的 丑丑你排队好不快 你可以慢慢说 其实我们真的 那么多人都在排队 其实你可以在那里跟队 在那里而已 关你屁事啊 那当然他可以这样 我发完 我觉得MJ这个做法 换你也是一样的 有可能 那个是流氓 是无賴你耐他不耗 但你起码做了自己的饭 我也做了 对 OK的 但就不要变成为 那二十个跟风的一齊 反正他又这样 我也这样 我也不排 结果有时候 如果真的趕时间买票 我是会不排 因为我发现真的 只有我一个这么傻子 在那里排队 都不是 就是现在 就是这样说 以前我们去大陆 买票买地铁票也好 现在会比较好 的而且更好 都是一大堆人 在窗口 不知道怎么办 但现在确实是有排队的 是好了 其实都是要慢慢教的 但是都是有进步的 只要大家有耐性 慢慢教他们 有新之年可以见到的 有机会有进步的 但是现在很多 没有进步的事情 正在发生着 我觉得 教我不是完全没有用 但是我觉得佛 是更加有用 真的像新加坡那样 我觉得会好 佛有用 但是佛 就像教小朋友 佛他只知道 他是要面对的懲罰 但他就未必知道 件事的正确的态度 他就只知道 总之我做这件事 他就受罰 我为了避开的懲罰 我就排队 但是他不知道 排队的正确性 教小朋友来说 最好就不只是用懲罰 你只是跟他讲道理 告诉他 其实为什么要排队 其实大家都排队 对秩序 会是多么有帮助 大家做个文明有素质的人 其实会是 更胜于懲罰的效果 长远来说 我觉得两者并并私 我觉得香港地 如果不是当年说 徐街套壇要罚多少钱 我想现在都是 和人扔垃圾 罚1500 重罰之下 可能只是引证了 成龙说的那句 中国人是要管的 真的会不会 都是的 雙轨并行 但是我们没有自律性 都是的 在公众地方 即是香港 在公众地方吃烟 到这一刻都不是 每个人愿意受 你没有看《志明与春娇》 打什么手机 打什么手机 还要扮韩国人 给这件事 是的 也有 但是好一点 相轨并行 又有情法 又有教 情教署 有情又教 那就会好一点 但现在我知道 还有很多 不文明 很多 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做法的内地朋友 都会发生的 因为今集主要讲一下这些情况 其实我一年里面 都起码有200天 在出入国内 见得太多太多 你会见到很多的 刚才排队正正是最 其中一个 厕所 去厕所 或者一些公共地方 乱扔垃圾 这些也是很 或者厕所里面 你会见到厕所 是非常之 骯髒 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厕所里 看看 我想不好了 因为很多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可能在吃饭 你想像一下 香港那些茶餐厅 你如果去过他们小的间 你都觉得 都有一些恐怖 有些令人害怕 而大陆那个是整个 香港茶餐厅很窄 很湿 很一般的 卫生环境 但是大陆 无论有多大的空间 他都是把茶餐厅很小的厕所 将它扩大到十倍二十倍 卫生程度也是 濕濕 很多垃圾 再多差一半 在这个所谓不文明的东西里面 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之前 按照收了几个 有一个我会令社会有兴趣说的 就是结婚饺子妹 结婚饺子妹 其实是不是真的每一次都会发生 其实是不是他一次我不敢说 其实未必会是每一次 不是我立刻上去 试试一下 但是会很多 可能随着科技发达 现在一人一手机 各个都是记者 那你一发生一些东西 用一个一传十传百传千 这样的速度 就很快 我以为你讲的 科技发达是用微信做一遍 或者有没有Vin 你比较多内地的朋友 有没有内地的朋友 他们参加婚礼做姐妹 或者是做兄弟 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知道吗 那我就未听过那些朋友 同事去亲身说过 类似 那我听说八旗 八旗亲身去摸女子妹 心入苦液 摸姊妹 我就未亲眼见过 但是呢 我又曾经出席过一个 其实不是一个婚礼 是早上接新娘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大家玩得很开心 整班兄弟去摸新娘 然后在外面吵猜 就说九万九千、九百九十架 那些 那些 所以我经常叫做人没有太盡 就是因为开架可能太盡 整班就在冲击那道门 冲击到整道门 哇 整道门 真的塌了 真的塌了 看着我 这个是在大陆的 大陆 大陆 整道门塌了 那你整道门塌了 那他们还叫什么架 整班兄弟一涌移入 一涌移入 那这个在香港也 香港也 香港会不会静单到门 都会有时都会 搞定进去才算 就说 有什么呢 你几年兼职打到门 你不要够来 MJ 如果做兄弟 会自备电锯的 不是 有时的门是会虚险 有时都会 那不用什么 一见到虚险 就带到兄弟 拿到那些工程 那些 那些很大的木 不停藏 但因为我们之前见过的 那些内地 那些是很夸张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些听众 那些姐妹 是直接被人 是上下其手 一班男生 整个手伸下去 好像去了一个 那些日本拍的 爱情独立片 那样 哇 集体非礼的 新娘的姐妹 我也不知道 那是新娘 还是伴娘 是什么 是姐妹 十多个手 在她身上游走 我觉得那些很夸张 你觉得很羡慕 也有点羡慕 也有点羡慕 所以鑒于这个原因 其实很多人 未必每一个都是 很多人真的聘请一些职业的人 去做一个船目 真的 我听说过 我真的有个朋友跟我说过 他是这样的 特意在夜场 聘请一些 或者日常 职业工作者 来做自己的姐妹 用来满足兄弟的羞辱 类似 那你的新娘 都不想自己的 真的好朋友 那些被人搞 那些 是吧 但是新郎哥 可能很想 新郎哥可能想的 新郎哥 自己搞 當日都搞了一份 不好吧 可能新郎哥之前已经 不知道 就是这些 其实 充分也都显示了 大陆的质素 是啊 搞姐妹是白旗最响王 我觉得搞姐妹其中一个 亦都显示了质素问题 我想这些所谓质素问题 在香港是 一年都未必有一单 就是会是少之又少 其实在最近也很多 针对大学教授 最近很多新闻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 就是说那些学生 前规则 如果想考好成绩 想用一个高分毕业 或者是毕业的条件 就要去应酬 给这些教授 去饱常羞辱 就是有很多 怪不知 八旗才做先生 早两三年 海南岛也都出现了 一个校长强奸的小学生 是啊 但是那些是强奸 只是小学生自冤 这些在香港要被人打死 但是自冤 有两个层面 大学生 因为为了上毕业 为了考好成绩 自愿 半自愿 就去陪教授 那你肯定是教授本身有这样的 就是开了这样的offer 是的 开了这样的offer 就是你说那个学生 他自己送上门 特意去引誘 誘惑的先生 那当然是学生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更加多的是 那些教授 为人师表 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国内有很多流行的术语就是 日间是教授 夜晚是琴授 赵山师招授 岸山师招授 岸山师招授 他还遏远 没有那么说更加遏远 就是这些 就是大家在香港生活 是完全不理解 但是我们由节目最早的排队 或者是随地扔垃圾 这些可能因为越来越多的强国人侵佔我们 或者是融入我们的社会 香港 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都经常会见到的 但是你说去怎样搞学生 搞姊妹 或者是怎样的学生 威逼那些学生 就是这些东西我不希望 真的在长远来讲 慢慢慢慢的沟谈 会形成的 文明道德那些真的要守住 还有我们先生这个是一个例子 记得我们这个强国新闻者 初初开节目的时候 就一个医疗问题去讲过的 这个又是更加严重的 我觉得 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 医者父母也行 就是已经是将生命 健康交到你手上 那些医生都是一些这样的 我未到禽兽的 这些素质不好 纯粹为了赚钱赚着素的人 其实很危险 这件事 早前大陆有一宗医疗的 就是说做了手术 接着要加价 是啊 神经病 幸好有微信支付有功能 那件事是怎样呢 就是在手术床上 可能做到一半 就是说你的肚子可能剐开了 我想像一下画面 接着医生说 哇 你这里有问题 哇 巴琪 你的腸这里 原来多了一些东西 要割 要立刻割 不过这个腸要五万元 你有没有五万元在身上 没有 不要紧要 有微信支付 或者我们等你了 但是呢 那个人是在床上 是立刻过了数 接着手术才可以继续进行 但是我想问 最近不是说微信支付那些 就是每天的限制 有限制的 有啊 所以单身分是1260元 是啊 不是几万元 是啊 我就害怕 夾得多少都多少 医生都应该知道 这些科技 可能都不是第一次 不过说起这条事故 早应该是一段时间 不会很久 应该是这几个月里面 香港亦都出现了类似 不过不是收钱 是做了一手术途中 我磨得嘛 磨得嘛 磨得是这样 如果你的朋友 親人做了一手术 你会怎样 这个同样 那他敏感度不足 敏感度不足就是这样 我会觉得是 为什么也都 匪夷所思 真的匪夷所思 那边我觉得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起码医生没有收钱 不是当刻 我要趕时间 第一 第二 你本身忙 和医生忙 我觉得要有个包容的心 要给他一些时间 等他处理了自己的事 他一定会回来 可能在银河入传 那边都是病人 那边都是要照顾 全港都是病人 这些事 也是闻所未闻 我首先不敢说这个医生 是不是国内人 还是什么 我当是香港人 大医生 大医生 那这些下一个风气的流行 传染了过来 还是 还是 真的 一件 这么多年 开放这么多年 都不应该会发生的事 这个我相信 是小数 真的一个半个 这个人的问题 我认识的香港医生 绝对不是这样的 大陆医生 可能比例 更加夸张 因为反而我没有MJ 这么和平 我会和平 可以做烂的大医生 我是会觉得 现在的风气 是不是强国带来 我不敢说 但是很多时候 是没有了那种人性化 可能一个医生 他当成一个病人 他都可能称呼他 是一个病人 但是当他是一个product 就当成一个product 就对 我觉得现在的观念 我很认同八旗的观念 现在人 很多时候 都已经没有了同理感 就是不会觉得 这个是人 譬如好像我对着客 或者对着 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 就可能会定义 它是一件product 一个产品 或者是 就是不会用 就是当成一个人 去看待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就是慢慢慢慢 随着科技的发展也好 或者随着我们 或者是被强国的管治 我们在质素下滑 而有这样的价值观 但是现在这类型 或者这一套的价值观 正正是影响着我们 影响着我们当代的人 还有我刚才不停说忙 我不是开玩笑 因为现代人真的太忙碌 有时候太忙碌 你就不会停下 去细心留意身边的东西 例如潜见 你这样也看不到 明明我是懂的 但是我忙得罪 你就忙不到 有人这样说 有例如这样说 可能我是一个医生 可能我一天做几个案子 我哪有时间 我会有一个案子 我逐个逐个很细心去了解 我马上搞定 我当一份工作就算了 这个是他自己说的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想说 香港近几十年都是 但是我所见的 香港人的质素 暂时在这一刻来说 其实都还是挺好的 希望 希望 香港人至少 比如我们近年 都有一些支持小店 支持良心小店 有些老板不是为了赚钱的 都会说 我都做些很便宜 或者不用钱的饭盒 去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其实香港自己成为一个族群 其实那个同理心 同情心 其实是越来越受到注重的 希望这些 爱与和平 好像我们这些 虽然有时会被人笑 是愚蠢 但是呢 都是越来越发牙 那其实是可以 人去用自己的行为 去影响其他人 令到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那么大 我们未必影响得完 但起码香港 我们自己受得住 所以我觉得MJ 我们这个节目的MJ 真的太好了 让我们两个很黑暗的 整个节目 好了 我们下次看是美好还是黑暗 下次再说 拜拜